大家这里是天上玄机 如果只有困国可以私信 我们来看这个手相的案例 首先从这个手型来看 手指细长 而且长也长 这个是典型的水行手 但是也有木人的影子 是木水结合的掌心 有木人的多丝善谋 有水人的温柔 富有艺术特质 这是从手型来看 那么我们来看这个手指的形态 我们注意到这个食指 在所有手指当中还是比较粗 而且比较修长的 跟兄弟姊妹的缘分非常的深厚 即使是自己成家立业之后 也会有一些姑娘家人 跟兄弟姊妹互帮互助 相互关爱 同时我们可以注意到 小指跟无名指 小指往内靠 说明跟子女的缘分非常的深厚 小指有过三观 只是小指有一些形态欠佳 形态欠佳 那么子女方面还是有一些难生养 但是跟自己的关系缘分非常的深厚 这是从手指 那么四指也是严肆合缝 能守才知进退 并且我们注意到这个指节间 也见米康树文 越望小指的方向是越明显 说明也是越老越顺 是晚成的一种手向特点 这是手指 我们来看掌丘和纹路 那么掌丘来看 金星秋还是有一些范围偏窄 并且色泽 有一些发暗发子 体质还是一般 并且我们可以注意到 小指金星秋范围偏窄的人 处事有一些纠结 不够容易纠结眼前的得失 不够放不开手脚 有的时候偏保守和谨慎 这是金星秋偏弱一些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长测的月秋和第二火星秋 还是比较饱满的 第二火星秋饱满的人 道德感正义感比较强 面对一些不公平的事情 他能够敢于发生 并且处事也是偏传统 偏正派 不会说是宁可自己付出一些辛劳 也不会走歪门邪道 是一个比较传统正派的一个人 月秋也不错 月秋饱满的人 想象力丰富 富有艺术特质 这也符合水人的一种特点 那么同时 也比较注重精神生活 对艺术方面是充满浓厚的兴趣 从太阳秋饱满 也可以看得出这一点 小指根部水星秋 还算是比较饱满 但是杂温干扰还是比较多 这个是沟通能力还是不错 只是有一些伤了晚年的运势 这个跟刚才讲的小指细瘦也有关系 这是一点 这个食指根部训工 这是正裁位还是比较饱满 只是见杂纹干扰比较多 正裁 这个事业心和这个本职工作 还是比较突出的 但是有一些起伏和动荡 食指根部也是沐星秋所在 沐星秋比较饱满的人 一般事业心比较强 我们看这个纹路 纹路来看 还是杂纹干扰比较多 特别是在生命线 在40岁之前 基本上横纹和杂纹干扰比较多 那么40岁之后 基本上是一路顺畅 越老越顺的一种手向特点 是典型那篇晚城的这种手向特点 这是从纹路来看 我们从纹路流年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注意到生命线初期 还是见一些横纹和一些杂纹 包括一些锁链纹的干扰 早年出生家庭环境一般 早年运势一般 人是聪明人 但是学业受限 受到一些家庭环境 和自身身体素质的一种影响 我们看到早年也是见上升线 这叫希望纹 上升线看流年出现在早年的话 叫希望纹 说明天资还是不错 人很聪明 只是学业受到身体条件 和家庭环境的限制 横纹干扰也可以看到这一点 分离处 也是我们经常讲到的分离处 见导纹 脑线为人纹 代表自己 生命线为地纹 代表原生家庭和根基 分离处也是自身脱离 原生家庭独立的阶段 这个阶段 见导纹和邪纹的干扰 是很正常的一种现象 一般人都有 代表出入职场和社会 会吃一些苦头 经历一些坎坷 但是相反 也是人生经验的一种积累 我们看到在分离处 有很多条上升线 上升线 上升线也看流年 出现在这个阶段 就是代表一种努力线 这个阶段 分外的努力 并且也代表运势的提升 能力的提升 面对困难和阻碍 它也是毫不气馁 我们看到横文干扰 还是有的 在出入社会的时候 还是见一些动荡 这个其实也来自于感情方面 一方面来自于感情方面 我们看到 从流年看25岁左右 建一条亲密关系线 往生命线内测延伸出来 并且亲密关系线 建横文干扰 所以说这也是一种偏远的干扰 我们从感性初期的导文 也可以看到这方面的信息 那么本身也是偏水人 水人的话 再加上本身金星球底部建魅力线 是偏桃花旺的体制 容易出现这种 因缘当中的偏远的干扰 当然 这个横文干扰之后 马上就有一些上升线 这个基本上是 这个慢慢的运势会渐入加进 包括我们刚才讲到的 这个食指 比较突出的人 跟兄弟姊妹缘分身后 包括他的事业线 也是从生命线延伸出来 所以说在事业方面 能够得到父母 这个兄弟姊妹 原生家庭的一个助力 如果这事业线 从这个月球方向延伸 那么就代表 靠自己单打独斗 靠自己摸索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纹路 从事业代表 从刘年堪40岁左右 有资产交易获利的一个信息 因为他的生命线支线 往中指土星球方向走 这个是代表在事业上 在财运方面 资产交易方面 能够获利 当然 这个也伴随着一些 横文的干扰 我们说中西的横文 横文 这两条横文 那么这个是一个事业的关口 也代表事业方面的阻碍 但是横文干扰之后 基本上就马上就伸出一条 往中指土星球方向走的事业线 所以说这个是 这个所谓大难之后 必有后福 经历过阻碍 吃过苦 积累人生经验 那么才能够得到一些 之前付出的努力 都有收获 当然我们看到 从月球方向 也延伸出一条事业线 这个其实不是事业线 这个是太阳线 也叫成功线 所以这个成功线 体现在人员方面 是非常不错 人员家 同时也可以得到贵人的帮扶 这个是很长的一条太阳线 那么对财运方面 财运线我们注意到 财运线还是见一些横文的干扰 横文的干扰 邪文的干扰 所以财运方面 还是有一些起伏和动荡 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 正财位 见一些杂文的干扰 也可以看到这一点 同时我们看到 琴线尾端入财工 容易因为感情知识而漏财 感情线 除了初期的导文干扰 到中期也见导文的干扰 桃花旺的体质 即使进入婚后 也有一些偏缘的干扰 我们可以看到 在婚姻当中 还是有一些好事多么 我们注意到 结婚线是靠近小指下方 靠近小指下方 就有一些偏晚婚的格局 虽然是晚婚 但是我们说 结婚线建很多条子女线 跟子女缘分身后 投胎生男孩的几率比较高 所以说最终的婚姻 还是能够走到一个非常好的结局 我们注意到生命线尾端的 很多条分叉线 这个分叉线叫旅行文 包括长测 也见一些旅行文的出现 说明在外出行的运势不错 出门遇贵人 比较适合在外闯荡发展 在外拼搏事业 或者是组建家庭 都是不错的选择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 有几个比较极强的符号 这个月秋 这个附近有一些新闻 新闻 包括这个脑线和感见之间 有一些十字纹 神秘的十字纹 这两个符号 都是非常幸运的符号 代表 这个十字纹是代表 这个第六感比较强 而且 到了 特别到了中晚年 容易和佛结缘 受到佛祖的保佑 同时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新闻也是代表一些 幸运的事件发生 包括这个 小指根部 水星丘 建这个钱财树文 说明呢 偏财方面呢 时不时有一些偏财入账 这是 这个两个吉祥的符号 那么整体首相 这个财运方面呢 还是建一些 财运线建一些 起伏和动荡 容易财进财出 包括刚才讲的 正财卫 建这个勤线尾端侵入 包括杂文的干扰 财运呢 还是有一些起伏 所以说还是 建议 补充财库 才能够稳住财运 才能够催旺财运 包括他这个 也是一种晚成的首相 这个 35到40岁之后呢 财件慢慢的顺畅 所以说还是建议 补充财库 把这个财运给催旺起来 好了 内容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是有空 我可以私信 我们下期再见